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是北美黑啄木鸟 另一种是橡树啄木鸟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开始对啄木鸟的异鸟头衔产生怀疑呢 啄木鸟究竟是亥鸟还是异鸟呢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 简单地了解一下啄木鸟 啄木鸟是鸟缸形木啄木鸟壳下所有鸟类的总称 而啄木鸟壳下又分为27个鼠217种不同的啄木鸟 从大的分布上看 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没有啄木鸟外 在其他各个大洲上都能看到它们忙碌的身影 由于啄木鸟的种类很多 所以不同种间体型差距也很大 现存世界上最小的啄木鸟是白梅棕啄木鸟 它的体长仅有8公分左右 而最大的北美黑啄木鸟的体长可达50公分 在中国分布着约30多种啄木鸟 它们大都栖息在树木覆盖面积比较广的省份 不同的啄木鸟食性也有着很大的区别 比如在中国常见的绿啄木鸟 就是一种喜欢吃蚂蚁的啄木鸟 它们通常喜欢在蚁巢附近觅食 而觅食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把舌头伸出来 让蚂蚁爬上来 然后将舌头收回嘴里 上面踢到的北美黑啄木鸟 则是一种主要以象食为食的啄木鸟 当然大多数的啄木鸟 都是以树干中翘翅木和零翅木的幼虫为食的 接着我们就来聊一下被黑化的两种啄木鸟 北美黑啄木鸟和象树啄木鸟 北美黑啄木鸟与上面我们说的绿啄木鸟一样 都是主要以蚂蚁为食的 北美黑啄木鸟的食谱中 占比最大的就是白蚁公蚁 而它啄开树木的原因确实也是寻找大量的公蚁 但是要知道白蚁公蚁不会在健康的树木下大量聚集 而是喜欢在已经干枯的树下 从树干底部开始慢慢地住空 而北美黑啄木鸟正是从地面的枯树根部找到了公蚁 然后顺着一只象上啄开 最终将公蚁一网打尽 所以它费尽力气地啄树 但其实这些树本身就已经干枯了 它只不过是将这些已经死亡的树再次利用而已 再来说说橡树啄木鸟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啄木鸟都是独居的 而橡树啄木鸟则不同 它们有着群居的习性 在橡树结果的季节 每周的森林之中 橡树啄木鸟总是不停地忙碌住 一方面要采集橡石 一方面要寻找放置橡石的仓库 作为主要以橡石为石的啄木鸟 橡树啄木鸟向来不舍得伤害树木 所以它们寻找仓库是最消耗体力的 因为它们的仓库必须是高高的且已经干枯的树木 在为被黑化的两种啄木鸟平反的同时 还有一种特殊的啄木鸟需要给予公正的评价 这就是黄复西枝啄木鸟 与其他啄木鸟不同 黄复西枝啄木鸟对昆虫不感兴趣 相反 它们寻找喜爱的树叶 当枝叶从它们掺出的孔中流出时 它们会用带刷头的长舌头舔噬枝叶 西枝啄木鸟掺出的孔直径约为八分之一英寸 并且在树干周围上下均匀分布 看起来就像是机器做的一样 黄复西枝啄木鸟常在白化 唐枫 红枫 奥地利松 欧洲赤松 加拿大铁山 苹果 观赏海棠 山白蜡树和断树上掺口 在大多数情况下 西枝啄木鸟不会严重伤害树木 孔很浅 伤口不会造成重大或永久性损伤 但有时 一棵特定的树会成为单个西枝啄木鸟最喜欢的觅食地 在这种情况下 树木躯干上的大面积区域可能点缀着许多孔洞 树木会变得虚弱甚至死亡 但有趣的是 西枝啄木鸟不会攻击森林中的所有树木 它无缘无故地在这里或那里选择一棵树 然后整个夏天都经常光顾它 而且经常连续几年 像许多啄木鸟一样 西枝啄木鸟确实也吃昆虫 它们挖掘的树叶孔被各种各样的其他生物使用 蜜蜂 黄蜂和其他昆虫也会来吸水树枝 从而成为西枝啄木鸟的捕猎对象 在自然界中西枝啄木鸟实际上是相当无害的 它们主要选择弱树或接近生命末期的树作为宿主 这些树木的最终死亡只会为它的邻居留下生存空间 因此它在维持森林的健康和活力方面发挥助作用 此外还有一种会攻击其他鸟类幼鸟 被称为鸟界屠夫的吉拉啄木鸟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啄木鸟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啄木鸟中少有的栖息在沙漠附近的啄木鸟索诺拉沙漠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属于杂实性的啄木鸟 不但吃虫子 蜥蜴 鸟蛋 还吃仙人掌 最关键的是吉拉啄木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一种会去攻击其他鸟类除鸟的啄木鸟 并且 这种啄木鸟也不是以其他鸟类的幼鸟作为主食的 综上所述 啄木鸟一直以来都是树木医生的形象 即使那些不以昆虫为主食的啄木鸟也不会随意地破坏树木 毕竟树木是它们的架 但是 有许多人断章取义地把北美黑啄木鸟和橡树啄木鸟的一些图片 和视频放在网上 导致了许多人对啄木鸟失忆失害都产生了怀疑 这实属误导 啄木鸟 PSAD经常受到园丁的批评 它们通常认为鸟类会对树木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但这是不正确的 大多数啄木鸟是昆虫使者 它们可以听到树皮下和树林里的昆虫的声音 然后它们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瞄准它们掺孔以获得它们的饭菜 这种去除害虫例如翡翠灰蛛虫的方法有益于树木 事实上在整个啄木鸟家族中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种对树木有危害的 它们都是公大于过的 过就是在啄虫子时会对树木有微小的伤害 因此所有的啄木鸟都是异鸟 啄木鸟是人类的朋友 被人们称为森林卫视和树木医生 它能消除人类用肉眼看不到的树皮底下的害虫 啄木鸟是消除害虫的劳动模范 每天的工作量很大 平均每只鸟每天啄木达500到600次 最多达到12000次 据科学家观察 在13.3公顷的森林中 若有一对啄木鸟栖息 一个冬天就可以吃掉极丁虫达90%以上 至于啄木鸟捉虫造成的树木伤口 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影响树木的生长 树木能够自动隔离伤口和缝合伤口 一棵树将伤口分隔并缝合需要多长时间 取决于物种和气候因素 不仅如此 啄木鸟还是人类发明安全帽的启迪者 科学家发现啄木鸟啄木的频率和力量都很大 但从未得过脑震荡 受此启发 科学家解剖了啄木鸟的大脑 发现在啄木鸟的头上至少有三层防震装置 在它的头骨结构疏松而充满空气 头骨的内部还有一层坚韧的外脑膜 在外脑膜和脑水之间有一条狭窄的空隙 里面含有液体 降低了震部的流体传动 起到了减震的作用 由于突然旋转的运动 比直线的水平运动更容易造成脑损伤 所以在鸟的头的两侧都长有发达而强有力的肌肉 可以起到防震削震的作用 这种精妙的防震减震原理给科学家提供了启发 我们如今在运动场和施工工地常见的安全帽 就是根据啄木鸟的大脑结构设计制造的